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穷因事件的最新后续 2月17号 首尔南部法院对穷因养父母进行了第二次公审 而当天,穷因上的幼儿园的园长 幼儿园的担任老师 儿童福利会的工作人员 依序出庭作证了 首先,幼儿园园长在法庭作证 去年3月2日,穷因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 还是个非常活泼又开朗的孩子 但是脸部、额头、耳朵等地方 常常都是带着郁亲 每一两个礼拜就会出现新的伤痕 而每次询问养母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养母都是回答 不太清楚,碰到了,跌倒了 然后园长也详细地陈述了 去年5月25号,第一次报警时的情况 跟担当老师一起确认了 乔宁肚子上有伤痕,腿上有鱼亲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脸部或者是嘴上会有伤痕 但是在下半身也看到鱼亲,所以有被吓到 不过养母却只是回应 乔宁的爸爸给她做了按摩,所以才会那样 觉得这程度实在不能只是当成质疑 所以就报警了 然后在离世前一天的10月12号 小乔宁几乎无法自己动弹 那天乔宁仿佛是放弃了一切一样 给她喜欢的饼干也都不会放在嘴里 头上有伤痕,身体很瘦 只有肚子吐出来而已 第二天乔宁以外部压力导致腹部损伤 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一直哽咽的园长 说到这里,最后还是流下眼泪了 而在园长的证言之后 养母抱住了自己的头 养父低头流泪了 接着幼儿园的担当老师也在法庭作证 从3月24号开始到最初报警的5月25号 每次发现到乔宁身上有余亲 就用手机拍下了 对于余亲,养母只是回答 不知道,没什么大事 真的觉得跟一般的家长不一样 而且在刚送乔宁来幼儿园的时候 养母有说过 可能乔宁不是我亲生的 所以一直都不会感到母爱 然后在去年7月底开始 乔宁有两个月没有上幼儿园 在过了暑假后的8月5号 只有乔宁的姐姐开始上幼儿园 对此养母表示 因为新冠病毒的危险 所以不让乔宁上幼儿园 所以就对养母说了 如果缺席就要向去听报告 而且如果长期缺席的话 幼儿园费用也要自费处理 老师接着表示 因为一般送姐姐来的时候 乔宁会站在外面或者是坐在婴儿车上 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就看不到孩子的人影 所以因为担心 才会诱导养母送乔宁来幼儿园的 然后在9月23号 乔宁时隔两个月来到幼儿园后 在抱着乔宁的时候 感觉不到体重 手边上的皮肉仿佛都被拉长了一样 身体瘦得像饥饿儿童一样 站着的时候 两腿都会发抖 看到变了这么多样子的乔宁 老师们都很难过了 最后是儿童福利社的工作人员 在法庭上的证言 去年9月 养母非常生气地打电话过来说 乔宁最近很不听话 一个礼拜都不吃东西 再怎么想要可怜她 也不觉得她可怜 所以就对养母说了 最好是去一趟医院 但是养母却回答 下午有领养家族聚会 不方便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竟然还流眼泪 只是这样听也觉得很恶心 那个眼泪不是为了乔宁 而是因为情况对你们不利而留的 在访问的时候 发现孩子身上有很多余亲的话 不应该马上隔离孩子与父母吗 现在才留言作证有什么用 这样离开的孩子会回来吗 为什么现在才这样呢 还需要什么证据呢 装满痛苦的乔宁的小身体就是证据 一定要判死人 如果不行 希望能判没有假设的无期徒刑 再怎么想要可怜她 也不觉得她可怜 你领养了就是你要负责的子女 是有人拜托你领养了吗 真的想揍人 把嘴里都打破了 还让她怎么吃东西呢 这么不像话的狗话 还敢这么有诚意的再说 一次都没见过面碰过面 但是很想念你 乔宁啊 我们才是乔宁的爸爸妈妈 在二审当天法院外 市民们设置了110个警调花环 而从早上8点开始就有80多人来到现场 手里拿着写着 我们才是乔宁的父母 一定要记住乔宁 赶紧拘捕供犯养父的牌子 要求能够严厉惩罚养父母 一位在现场的市民对记者表示 因为真的太对不起乔宁 除此之外 也没有可以为了乔宁做的事情 真心希望养父母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所以今天才会来到现场的 另一位市民也表示 我家里也有个五岁大的孩子 能感受到乔宁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真的很心痛 心想这样持续示威表露关心的话 会不会受到一点影响 严厉惩罚他们 所以今天就来到法院了 今天是乔宁变成小天使的第130天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不要忘记乔宁 持续的关心这件事情 让小乔宁在那个地方能看到 还有这么多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在想着她 没有忘记她 也能让韩国的司法部感受到 乔宁事件在海外也是这么的关注 我也会继续给大家整理乔宁事件的后续的 我们能为乔宁做的事情也就这些了